这部影片将介绍Voxy推出的两款商品 支援更高回报率的4K接收器VXD-02以及ZGAN-NP-01 Wireless 感谢原相团队的协助 让Voxy无线技术获得了许多专业电竞玩家的认可 并通过电竞场上严苛环境的考验 我们开发4K接收器核心精神没有改变 在稳定的前提下提供更及时的操作 由于4K回报率无线传输与接收过程 需要的资料量更大 当遇到干扰时 如果资料无法及时传送 必须要在下一次将资料再次传送 如累积多笔资料无法送出 将影响滑鼠轨迹造成灵敏度些许的不一致 或者增加了延迟 产生不跟手的情况 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 Voxy 的4K无线技术在遇到干扰时 即使当下传送资料失败 也会在下一次传送资料成功时 以加速的方式将遗失的资料补足 进一步反应在回报率会有些微的提升 这代表补齐了资料量 大家看到些微溢出的回报率请不用担心 由于我们十分在意游戏的轨迹表现 经过我们的游戏测试 并不会造成轨迹忽快忽慢 相反的 能提供使用者 在游戏中稳定的轨迹 与极尾跟手的反应 虽然家用玩家居多 且环境干扰不多 但由于有许多赛场选手的使用 因此 我们特别模拟极强干扰的环境 最终VX-D02 通过我们所模拟的严苛环境 达到我们所设定的目标 并合乎我们的开发理念 在稳定的前提下 提供更及时的操作 我们知道购买Voxy 无线滑鼠 有许多支持我们的老朋友 我们不希望各位为了要升级4K接收器 要额外购买一整套的滑鼠加接收器 因此 已经有Voxy X1 Z-MP0ES Outset AX 无线滑鼠的朋友 只要加购VX-D02 4K接收器 并且下载更新4K分位 就可以在原有的无线滑鼠 使用更高的2K 4K回报率 对于还没有Voxy 无线滑鼠的朋友 我们也有推出带有4K接收器的 所有无线滑鼠机种盒装版 其中也包含了即将推出的 Z-Gang NP-01 Wireless 4K 根据我们延迟对比测试的结果 并且在原向无线团队的帮助下 VX-D02在4K回报率将提供极低的延迟 游戏内的移动轨迹更为滑顺、绵密 手部动作与准心移动更为即时 即使是2K回报率都有明显的感受 由于VX-D02 4K接收器的高速传输特性 所以在VX-D02接收器的1K回报率 也会比原有的VX-D01 1K接收器的 竞技模式更快、更即时 因此我们将停止生产 1K版本的无线滑鼠 VX-D02接收器的电量 在4K、2K、1K回报率下 分别为35小时、45小时以及55小时 在意电池续航力的朋友 我们保留了标准模式 切换后可提供100小时的电量 VX-D02接收器下的功能 与切换方式与遗忘相同 无驱动底部按钮调整 回报率右边两灯亮代表2K 三灯亮代表4K 并保留以往大家常用的功能 开启或关闭Motion Sync 按键反应速度 查看电量 美中不足的是 原来我们希望VX-D02 4K接收器 能切换至VX-D01 1K接收器使用 这样就能切换两台电脑使用 但可以切换接收器的功能 存在不稳定的因素 经删除切换功能后的分位版本 能在极强干扰的环境下 依然提供稳定的使用过程 在稳定为优先考量下 我们决定先拿掉可切换两组接收器的功能 使用VX-D02 4K接收器将无法使用VX-D01 1K接收器 但我们仍然建议您保留VX-D01 1K接收器 我们会持续努力提供能切换两台电脑使用 而且稳定的新分位 如果有切换两台电脑使用需求的朋友 我们建议你可以先等等 不要急着购买VX-D02 4K接收器 以上是VX-D02 4K接收器的介绍内容 接下来我们将介绍ZGAN NP-01 Wireless 由于有线版的NP-01和无线版本的外形 做了细微的改动 因此我们将重点介绍不同之处 关于NP-01的功能切换说明 请参考影片下方的滑鼠功能切换连结 ZGAN NP-01是不限制手腕角度的非对称式外形 有线版NP-01在大拇指处的内凹更为明显 相对的拇指更容易受限摆放位置 基于这一点 我们在设计NP-01S时 将拇指摆放位置做了改动 从大拇指摆放位置曲线拉得更直 让拇指摆放的自由度更高 我们观察这样的改变 大家的接受度更高 同时在无名指容易接触到的右前端位置 从有线版NP-01更斜的角度 同样的内收回来 这样的改动 可以让习惯无名指前身的使用者 有更大更舒适的接触面积 NP-01无线版本的外形改动 是基于我们推出NP-01S的市场反应 而进行的微调 我们认为ZGANNP-01 Wireless 虽然和NP-01有线外形略有不同 但这是往更舒适的目标前进 如果习惯NP-01S外形的使用者 会更适合改动外形后的NP-01 Wireless ZGANNP-01的重量为71-72克 轻量化的过程 我们依然正在努力当中 在坚持品质前提下 我们希望接下来推出的滑鼠重量目标 会在63克以内 ZGANNP-01 Wireless 同样会推出六种配色 和VSD-02将在2月初上市 单独购买VSD-02 4K接收器的朋友 我们将另外提供分位下载 与配对的说明影片 如有不清楚的部分 请与我们客服联系 谢谢收看